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来源 博客作者 易建荣据北京日报 北京市驻建委主任徐建云 1月26日表示 从37新政到2017年年底 北京二手房房价已经下降13% 今年楼市将监视调控不动摇 持续保持房币产市长调控定力 数据显示 2017年12月 北京新建商品住房均价为3.78末元每平方米 同比下降了0.9% 二手房均价回落至5.91末元每平方米 比2016年12月 同比下降了1.2% 比2017年3月的最高峰下降了13% Audio Jungle 等于Wi Ado W A D S B Y G O O G L E Push 从这些信息来看 北京市的房地产市常在调整 9个月房价下跌13%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但是这是与房价最高峰时候相比 实际的意义不会有想象的那样大 更何况以同比来看 北京市的房价也只是下跌1.2% 与9个月房价下跌13% 差距非常大 估计这是政府官员要显示北京市房地产市 长调整夜期刻意挖出来的一个数字 更何况当前北京市二手房均价仍然站在高高峰 风达每平方米近6末元 而这个数字才是北京市真正的房价水平 如果以此房价水平来衡量 估计北京市的绝大多数市民是无购买能力进入这个市场的 更不要说首次购买住房消费的居民了 现在北京房地产市场最为关注的应该是 房价9个月下跌了13% 房价上涨预期是不是逆转过改变 如果房价上涨预期逆转 那么北京的房地产调整政策开始在起作用 不过从北京市住房销售面积同比下跌50% 房价同比下跌1.2% 环比仅下跌0.1或0.2的情况来看 北京房价上涨预期并没有逆转 因为尽管住房销售面积在急剧下降 房价并没有随住住房销售面积急剧下降和下降 反之房价下降的幅度是十分有限的 也没有因为房价下跌13%让住房销售量放大出来 这也意味着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的性质基本上没有改变 仍然是以投资投机为主导的市场 Aspigo 等于 WIDOW ADSBY GOO GLE 不过北京市的二手房价在9个月内下降了13% 这是政府向市场发出几个明确的信号 一是北京市的房地产市 长经过一系列的调控政策调整 已经开始下降 如果这些房地产调整政策继续执行不改变 就如北京市的政府官员所强调了那样 那么这可能成为未来北京市房地产市长一种趋势 投资者对此得担心 二是北京市的房价就各月下跌13% 下跌的幅度应该算是不小 其下跌的年化率达16% 房价下跌的幅度这样大 但对市场的冲击则很小 这也意味着化解了政府房地产市长调控的一块心病 一直在担心房价下跌幅度过对其他市场 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冲击 有此经验 如果未来北京市的房价在下跌 政府脱市的机会肯定会降低 三更为重要的是 2016年930房地产市长调控以来 政府的政策目标一起建立在两个较为 相被目标的基础上 即既要遏制房价快速上涨 又得保证房价稳定 因为政府一直担心房价下跌 对金融市场冲击及影响 从而使得房地产调控效果 并不是那样理想 不过 有了北京市的这些经验 这两个完全冲突的调控目标 放在一起 今年会有所调整 如果这样 国内多数城市的房地产政策调控的力度 可能会加大 也就是说 尽管北京市9个月房价下跌13% 并没有改变房价上涨预期 但其发出相应信号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可能成为未来国内房地产市场政策 调整新起点 因为对于从来没有经历过周期性调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来说 谁心中都没有底 现在则是不同